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贵宾 大家晚安 我想我先 因为刚刚智杰讲得很精彩 可是我跟他的实在不太一样 但是我们同样都是二代 我想我先问一个 今天来是准备要创业的 有没有 好 大家一起努力 我想我用故事性的 把我这几年的创业过程 跟大家来分享 我是二代 我大概18年前 从加拿大回来 那加拿大回来 我接触我家父 我们是天衣药厂 那我爸爸就说 你回来把创业整理好 让你兄弟比较好 因为 我爸爸从来不隐藏他的 重男轻女跟偏心 这个是男部 当然他的财物不能扣有多生的人 那我还好 我从小就没有记望 我爸爸的这一些 他拥有的东西 我从来没记望 因为我觉得 还是自己的骨头会生肉 才是属于自己的 那这几年 我刚刚我先生也来了 因为我先生是个牙科医生 所以大概可以养活我 所以都还没有这样想法 那也因为我先生一句话说 你都在帮别人 为什么不帮自己家人 就这样我就进到我们天衣药厂 那天衣药厂呢 其实我进到天衣药厂的时候 我觉得 我回来已经18年了 20几年前我要离开加拿大 我离开台湾去加拿大 我回来一看 我觉得我爸爸真的一路走来始终不变 就是那个样子 一个很大的家庭工厂 那我觉得 因为我们是一个股东 股东的公司 所以 从做他的特助 我就开始觉得 看到 我当然也看到 这几个字就是 上衣 这个有PowerPoint的吗 这几个字 上衣 衣未病 我不知道各位知道这几个字 从字面上 它就是一个预防医学 那西衣 我看到这个我是真的 这几个字是延后 就一直让我坚持十几年 就这几个字 西衣的预防医学概念才200多年 5000年前老祖宗就有这个 那加上我爸爸大概每三个月就跟我讲 说不要买了 我像你们兄弟的 那你看我弟弟那时候 我弟弟那时候 而且我每天从台南都要到关田 一个小时的车程 每三个月就讲一次 我就想 如果我是我弟弟 他心里会怎么样 而且这个姐姐还蛮能干的 他心里会怎么想 所以我发现这几个字 当然我也希望说 让我弟弟可以安心 我说 我发觉这几个字 很有学问 很有内涵 你药厂做药 照顾病人 我来照顾健康人 我进去以后 我就刚刚大家有看到 我民国 我还没有去以前 我们天医顺天盛昌 三个药厂 陈立夫先生叫我们做了一个 文化中医院 我第一个学历是护理 所以我是 因为我爸董事长 所以理所当然 护理部主任就是我 42个套房 中医没人住院 都是那个护水 进去大概一个礼拜就扛走的 常常住只有一两个 那我就 我那时候 因为我是女生 我觉得 那时候做业子 你把它做为中医厂 后调理中心可以吧 真的 我那时候包括 联合包 因为那时候没有电子报 要不然真的 那个会有记录的 就像我从加拿大回来 我接了药厂董事长 只要打天医药厂陈慧娟 大概有十几页没有付品 我那时候 当然本来董监事会反对 可是我跟他们分析 我说那时候几乎没有人 做业子都要回去南部 要不然就把妈妈叫来台北 苹果74年 我大概两个月 全部爆满 连郝龙兵都要说 留一个人情床给我 我一个晚上收3100块 真的存条理 我希望的是大家条理10天就走 可是每个都要做一个月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业子中心真的不是人做的事 尤其那个女人每天吃午餐 在那边去去去去去去 闲这个闲那个 所以我大概两年后 我当然我也就去加拿大 那回来以后 我觉得月子中心怎么变得那么 每一家 一家比一家高级 而且每一家我觉得都在show off 没有在条理 所以我就把 我那时候月子中心所有的处方 我把它变成 简单化 你打开只要热的 而且我用天然的调味调到好喝 结果我想我进到药厂 我总要做一些 我要照顾健康人 我要做一些健康人 而且年轻人对中业都不喜欢 所以我把它调得很好喝 可是我在里面有人格养成 有弟子龟 有任何妈妈的 就是包括退奶的 包括姜之灶 我那一块姜之灶用了多少心血 我那一块姜之灶如果挂上玄尿 一定卖了两千块 我就用那个高级的能压橄榄油 用姜真的完全没有化学 我要我在天药厂 我唯一坚持的就是我存草本 没有任何化学 所以食安我连一个防腐剂都没有 这个是我药厂坚持的 那我就想 这个可以给月子中心 炸在那边show off 可以让他们真正调理 可是我跟妳讲的 滑铁颅卖得非常不好 我包括信一 董事长 蔡董 我都认识卖得不好 那我就想 这个蛮糗的 第一个进到药厂就做了一个 哇 讲得那么 结果没有人卖 没有人卖 我后来又做了一个另外 月子中心是我首创 我后来想 堕胎流产都没有人在照顾 我就把它变成爱晓月 卖到现在网路上都第一名 我们刚刚有一个爱晓月 我被五个男生把我拿出去 作为另外一个叫天一爱 存女性和放跳 刚刚有一个我们Eric的好朋友 对 那是我 那个是 我跟 跟你不一样 我是COVID才回到台湾开店 对 我2020年3月27 我等一下再会继续把故事讲完 所以 我的爱晓月 再来 我进到药厂 这么久 我发觉 我刚开始 我为什么会到台北 我刚开始都在药厂 因为 你接触久了 你就觉得 汉方的东西是真的很有内涵 而且在调理上 只是我觉得 我爸爸给我一个概念 就是说 你喔 你有能力 你把汉方文化 我们在汉方赚到钱 把汉方文化流传 我心想 汉方文化要流传 年轻人没有一个懂的 我那时候 你看我十几年前 我要把汉方变成现在的手摇印 我刚开始也接触没那么深 因为虽然我懂 我是在这个家庭 可是对汉方 真的我不是很懂 只是我不排斥这个东西 那当我开始要做这个的时候 我其实 刚刚回来就是 大家都在爆肝 养肝 再来 加拿大 台湾跟加拿大 最大的差别就是空污 那我就从养肝跟养肺 我大概在那边 在药厂绕了一两年 一直走不出来 有一天 我毅然决然觉得要 把天衣本草搬离开药厂 是因为我们药师 有一天拿来 一天拿来 这条一定有口 说是怎样 有苦 我就是要把汉方变好吃 不要苦的 我不要药 我只要条理 可是我觉得药师 离不开这个概念 所以我 愈然决然搬到台北 烧钱就烧得更厉害 这个是我们 希望把汉方更年轻 更接触 更能够接触消费者 那我要做这个以前 我觉得在创业 真的 第一个 除了你的专业 再来我觉得 要于时寄进 知道市场的需求 那我心想 我要做这个饮品 因为那时候我觉得 含糖饮料是残害年轻人最多的 因为我先生医学背景 所以我们常常会有一些 比较医学的一些数据 年轻人现在二十岁 或是十几岁就有 叫做脂肪肝 大部分都来从 年轻 从那个含糖饮料 那我要做这个 我想把这个汉方生活化 把它变为日常饮品 我就在南科做了六千份的试调 我两个问题很简单 你认不认同汉方的调理功能 我跟你说六千份都够yes 我有85%的女生 15%男生 25岁到45岁的上班族 因为健康的东西对男生讲 像对牛弹琴一样 所以我选择还是女性 我所有的行销语言都是对女性 那再来六千份都够yes 那我问她会不会用 只有20%会用 80%不会用 我跟我弟弟讲Bingo 但是教育费用要很高 对 但是我没想到 教育了十年还继续在教育 那再来一个不用的原因是什么 中药实在太难吃 再来太不方便 不知道怎么用 第四个才是不安心 我这十几年烧钱就在烧 这四个痛点 我到了去年才真正完全烧完 因为 我觉得 对 创业要有先机 但是先机如荣而不对 会变先烈 因为我里面还有 我中间除了做这个 我十三年 十四年前才做一个 纯汉方的宠物 我叫福佩 到现在就挂站 已经下市了 因为太早了就变先烈了 所以我接下来我就是存 你越研究你就越觉得 哇 我本来只有干跟肺 可是我觉得 我又看了《黄帝内经》 我把《黄帝内经》的五行五色五味节气加十层 我讲 那这个来对中医的五脏六腑 刚好全方位 我们这个人一龟毛就是 你越做要做到你满意 所以我后来就是真的 我的专利就是 《黄帝内经》加上中药的 全方位的 就中医的基础条例 我要让妈妈调理 你不用再顿补了 每天一二三四五 甘心脾肺肾就可以调理全身 那最重要就是 我在做这个之前 我要调这个味道 调到你要让消费者喜欢 让消费者可以接受 我也要让专业的 觉得我不是在福隆人 所以我们中间 用了八年是用AI去调 我每一个都是机能性 因为我希望真正能够帮到 现在的亚健康族群 真正能够去调理到身体 其实调理身体 因为它不是立竿见影 我常讲 我们现在所有人健康养生 都要加了五毫 加了五毫 叫做自愈病或者是自已病 因为已经有症状了才加了五毫 所以我常常说 智慧病 教育时间 现在我们还在教育 可是我比较 比较 你看这个是我把 就十成跟五行 跟十成跟五脏六腑 结合在一起 我的专利就是这样来 那我想说 爱嫁的五毫 一般人 大部分所有人 都会觉得 包括政府 也从来不再做自未病的东西 一直在说 我其实 现在作为经济部长 那个郭智慧 我们真的已经计划要一起打国际杯 我一直 因为中国大陆 其实很多地方邀我 健康中国 邀我这个 完全没有加任何东西 而且我调到 每一个都很好喝 连我的孙女 我常说 我在COVID的时候 真的是郭智慧 崇岳 安永帮了我度过所有 他每个月大概 用一百万的订单 他送给他全球的员工 结果他的HR告诉我 他们COVID期间 是他们确诊率 所有业界确诊率最低 因为我们有一个 紫苏影视中研院 证实他可以抗COVID 抗过敏 抗病毒 其实COVID就是病毒 这个大概是 我为了走国际 因为穆斯林人实在太多了 所以哈拉认证也是 我们弄 我其实我所有 要的就是亚健康族群 我去拜访郭智慧 因为他对汉方懂 再来施政先生 我就希望从科技业 因为科技业赚钱 再来他们的员工 师族也比较高 那因为健康产业 尤其这种预防养生的东西 你一定要对于吃饱以后 就是经济水准要有 那个教育水平要有才可能 那我一直 所以现在 我跟郭智慧讲 健康中国 为什么不可以健康台湾 不想他跟赖清德讲 所以赖清德现在 也要做健康台湾 其实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因为你的亚健康族群照顾好 你可以让他延环老化不生病 最能节省我们的医疗资源的 就是这个族群 那这个族群 为什么 因为他只是体检起来 有问题 可是他没有任何症状 所以Who care 只有老板 来提倡才有可能 这个是我觉得 所以我们一直做的就是这个 那我跟你讲 我们真的 before after我都有 我希望我这个讲的过程 如果要创业的 可以稍微考虑一下我这些心路历证 你看这个是使用前 一个小时以后 各位看得到吗 绿色就是健康的 橘色就是警告你 红色就是打拼啊 要打拼啊 这个很重要 这个就是我们 所以我们为了要走国际市场 所以我们也做了很多的认证 因为我 我其实我 我 刚刚在药厂 我在药厂的时候 我有一个 我为什么会一直想要 把添一笨炒库大 因为药的东西只有在台湾 你要出到出口真的很难 所以再来 中药里面跟西药 跟一般不一样 它有一个药室同源 所以我用的就是食療 我其实我觉得食療重过于药療 所以日常的食療很重要 所以我一直在推的就是日常 就汉方生活化 其实汉方的中药在调 这重点精髓 其实条理很重要 像我 我真的我七十岁了 我到现在没吃过一颗维他命 我就用我们的归路 一下 要跟这个汉方应 因为你的五脏六五 气血情况好 你就不容易生病 它可以带动你 因为它 它不是器官 我们的五脏六五 它讲的不是肝脏或心脏 它是旁边的气血 气血情况不好 你的器官就不会好 就是你的心肝脾胃是你不会好 这个大概就是中医的理论 好这个就是 我首创把它变成手摇影店 但是我跟你讲 我还是打不过珍珠奶茶 那我是希望 我做这个手摇影店 我就是希望真的 可是我们现在 现在很多茶饮 我跟老赖茶行 就那个红茶 发觉我们的汉方配红茶绿茶 乌龙茶非常棒 我现在我今天下午 今天下午我去 被邀去讲另外一个演讲 我觉得我可以跟冬瓜茶 也可以坎坎在一起 因为我觉得还是要迎合 你年轻人就不想喝这个 你给他加一些 而且我的没有糖 但是有甜味 因为我用甜菊跟鲁汉果 所以我用的都是天然糖 这个就是 我们刚开始 我说要时尚 我就是弄一个 又像药柜又不像药柜 你看我们开的时候 老板有没有卖红枣 老板有没有卖人参 可是我觉得很好啊 他还是有中药感觉 但是就是比较时尚 再来有 你知道我这个店 我们这个店 其实有爸爸抱着200多万要来加盟 我说你要做还是你儿子 要让我儿子来 我说阿伯 我这个不会贪钱 我们那个行事 都在里面这样说 我说你如果不能有获利模式 你们就不准做连锁加盟 所以我们在台湾最成功的是电中店 你只要有热水瓶 你就可以跟我合作 你就可以推广健康概念 我常说赚钱又做功德 只有这个 真的 我们的电中店真的 我那天去AI 因为我现在AI的那个数位 我有大代小 我去工业局做简报 结果那个委员说 诶 诶 陈董 你们怎么 那个五金行也电中店 我吓了一跳 我以为我的电中店只有舒适餐厅 高级饭店 高级餐厅 跟有机商店 诶 五金行 刚好我们经理在 诶 那个五金行 他说 因为老板跟老板娘 吃我们东西长期 用得很好 他就把我们用凤茶 这养甘茶 这么好喝他们就会买了 所以我发觉 任何你只要有心要推健康产业 都可以跟我们合作 这个就我们 我们其实我们所有 都用那个叫大舵油墨 所以我们是一个 对于环保来讲 我们是蛮重视的 这个大概我们 希望能够国际化 年轻化 那当然无毒 这个一定要 安全 我刚刚讲的就是 安全虽然大家觉得 比较后面 因为现在大家 这些都基本配备了 大概这个就是 再来支持在地小农 我大概我在台南的时候 其实我们做了很多的公益 因为我觉得 企业除了赚钱 我觉得社会责任 跟回馈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的黑豆 我觉得我现在台湾 因为我都是 叶面类 就都死了 所以我都没有药 都没有用药材 再来你看这个是黑豆 台湾的 它是用太阳光曝晒 这个是仁爱香的五美 我们所有 台湾有种的 我也都用台湾的 我觉得我坚持的一个 可能里面大家不知道 植物一定要经过太阳光曝晒 太阳光的全光谱 机器代替不了 它的元素才能真的 所以我们的黑豆 虽然台南的黑豆 因为很多人说 黑豆插鬼 会照着 我们的黑豆不会 因为它是用太阳光曝晒的 再来元素 全光谱的元素 对植物来讲 对于人才是真正 我觉得效果最好 再来我们比较 我们的乌梅很小颗 再来很酸 所以乌梅其实是我调味调最久的 调了快三年 因为你不好喝 大概全台湾 大概真的只有一个不加糖的乌梅 是我们的乌梅 乌梅其实是最前方位 因为它生精 口水是人体最好的酵素跟消化酶 所以口水多 你的肠胃到你的卫冰会慢慢好 所以我常说 喝乌梅 我们的乌梅饮可以真的 为食道逆流跟卫冰都可以慢慢不要而育 大概我们跟很多企业合作 那我是COVID 2020年3月我开幕 也是因为我开幕的时候 我几个男生说 姐你那个天衣爱拉出来给我们男生 我说好可以 因为我太多产品了 我卖也没办法卖得很好 我说但是唯一一个 女性调理 你不能有化学的东西 从汉方女性调理 当然产品要由我这边出去 他们几个男生做得还不错 我们跟很多 因为我那时候COVID的时候 因为我先生医介 所以他们同学就说 全世界大概三年没办法move 都不能动 三年还得了 我就告诉我同伴说 因为我以后的市场是大陆市场跟国际市场 所以我说这三年我们要在台湾把IP做墙 所以我们做了我们有很多包括佛光山霹雳 很多我们都就是尽量把品牌做在这三年把它做起来 虽然不是大品牌 但是养生大概所有都会找我们 因为很多人找我们代工 像LV希望我们给他做一个高级的送礼的礼品 我们最近跟故宫也在做联名的合作 这个大概就是我们最主要的价值 就纯天然五行条理专利 再来我说有一个slogan叫meet your body 是Mr. Wright 找到你身体的Mr. Wright 好那最主要就是我觉得电中店 我现在其实有一个我觉得 我刚刚录影我要讲 我觉得一个包准赚钱的 在科学园区做这个 只要服务科学园区的员工 再来上班都跟科学园区 五点六点就下班 再来做休二日都好 大概两个店就可以服务一个科学园区 大概四个人 这个是我觉得如果用我的餐饮业茶饮来讲 那我想科学园区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好 大家B型企业其实是我们一直追寻的目标 希望能够共好 就大家都好 OK 谢谢 谢谢